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光临阿N与阿N的频道 今集阿N就会和大家分享黄昭武的演艺人生 黄昭武生于1912年,卒于1993年 他的行当是粤剧小武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他曾经参加过马斯增的太平剧团 他也曾经在美国纽约精武体育会 精虎爪精武王文彩师傅 学习过一些八卦黑虎爪 所以他是懂武功的 1956年7月,黄昭武在香港高星戏院 和东乐戏院演出 黄昭武始创了一个宇宙灯 即是这些报警装饰 那个报警就是宇宙灯 作为号召增加了舞台的效果 相当之受到欢迎的 这个宇宙灯 就是当时来说 电影《斩龙御仙》 1956年12月12日在香港首演 另外在1956年12月10日 这部电影就首先在金华戏院 事演招呼业界 是香港的工商玩报 亚洲画报 和香港商业电台联合主办的第一届 在最受欢迎国粤十大影片选举中 黄昭武在1962年2月3日 星期五在晚上七时四十五分 在商台最受欢迎国粤语片十大影片特辑的节目中 曾经和周昆宁和黄来 一起接受电台节目主持人梁德海的访问 在这个访问中 黄昭武说述在1961年11月 从美国回到香港 当时他和李宝盈组成了超宝剧团 这部超宝剧团除了黄昭武、李宝盈之外 其他演员还包括英丽莉、罗嘉权和肖仲昆等 黄昭武和盧海天 在美国三藩市曾经合资经营过这间酒馆 这间酒馆就是金汉酒馆 黄昭武的长子黄美生和刘錦玲 刘錦玲就是香港政治部前总华探长 是邓天第二女 在1966年5月15日 在美国三藩市 聖马利教堂举行婚礼 另外在1964年 黄昭武在美国三藩市 曾经住在黄昭武和周昆宁 周昆宁就是黄昭武的老婆 何非凡去到她两夫妻的家里 并且传出了丑闻 和周昆宁 事后周昆宁 正是向黄昭武要求离婚 这件事涂色糾纷 搞得相当不开心 黄昭武曾经在1973年 回到香港观看初凤鸣 剧团的演出 任劍辉在1973年11月13日 当时是星期二 在晚上演出后 设宴招待黄昭武宵夜 其后黄昭武曾经 由三藩市乘搭中华航空 去过台湾观看过两个礼拜 在1974年11月16日下午 经过香港 来到香港 当时黄炳荣、李宝盈、阮绍暉 和尹飞燕都去机场接她 当时她向记者表示 她途经香港 会在香港逗留一个星期 然后再转机去泰国 去旅行 去旅行 后来黄昭武 就在1979年11月 当时黄昭武 已经60岁 成立了 她在这时刻 11月时 和白炎刚 组断 在美国演出粤剧 黄昭武 在20世纪80年代 就退休了 退休了 结束了她经营金汉酒家 结束了金汉酒家的事业 就退休了 退休了 她曾经因为心脏病 三次进医院 幸好都没事 在1991年 12月 当时黄昭武 被选为美国八和会馆主席 当时她仍然每日 操曲练功 而且经常参加一些 慈善的筹款演出 去到1991年12月 当时黄昭武 已经79岁 她在12月曾经回到香港 参加由黄夏卫 夏卫伊 策划 帮仁爱堂筹款的 省港澳美加雄灵龟秀大会演的演出 帮手筹款 她在12月13日晚上 穿了麦炳荣的锁子黄金甲 和拉席持鸡尾的戏服 和陈嘉明合唱一首奉国恩仇未了情 当时她的唱功 仍然亨昌悦耳 相当之好听 而且造手仍然是相当之好 虽然是连届七十九高龄 但她的马步仍然是稳如盆石 造手不返 好,今天和大家分享 黄超母的演艺人生 分享到这里 亦全部完结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请你留言点赞分享 亦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们的 阿N与阿N频道 我们下条片继续和大家分享 其他粤剧名领的故事 好,拜拜